好 接下来关注的是战场 还好 已经要停火了 以色列单方面延后了一天停火 最终在台北时间24日 也就是台北的星期五下午1点钟 停火开始 为期四天 台北时间午夜就会有第一批人质交换 对于170万的加萨难民来说 这些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完全被毁 人人都有亲友丧生 即使停火 他们的人生回不去 无法修复 他们也不知道下一个家在哪里 援助的物资车辆都堵在加萨和埃及边界 埃及自己的经济很不好 12月是总统大选 所以埃及不接纳130多万的加萨难民入境 遭以色列单方面延后一天的以哈廷火协议终于开始实施 哈马斯将释放50名从以色列绑走的人质 换取以色列释放150名巴勒斯坦囚犯 台北时间11月24日下午1点 停火刚开始几分钟 停火协议能顺利实施吗 就在停火协议延后开始的一天内 11月23日已军继续轰炸加萨全境 再度杀死超过上百人 甚至有全家族超过50人惨遭灭门 无辜罹难的巴勒斯坦平民已超过一万三千人 加萨南部被报警医院急诊室的伤患 确实多数是孩童 而加萨北部的西法医院外 十天前已经开始了这绝望的景象 传出这次战时停火 介入斡旋的包括美国卡达与埃及 美国总统拜登在感恩节时 面对记者追问不愿多说 美国民众欢庆感恩节时 加萨人民活着就是万幸 加萨南部汉尤尼斯的难民营里 能幸运减购柴火又还有食物可以煮给全家吃 已经是无上的幸福 天气越来越冷 难民们内心其实都知道已经无家可回 他们希望国际社会了解 无法让他们得回家园的停火协议 只是空虚条文 此刻难民营的日子比过去数十年 以色列占领时期还难过 传染病已一发不可收拾 戒窗一万七千多粒 三线盐与水痘也有五千多粒 每个数字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面临的痛苦 但援助物资是否能在停火后 稳定且持续地进入加萨 即使是杯水车薪也比没有好 尽管进入加萨后就有巴勒斯坦司机来接货 负责在运的埃及卡车司机们还是很不安 埃及的角色也略显尴尬 多数援助物资是沙乌蒂阿拉伯所捐助 埃及12月就要举办总统大选 整体经济状况不佳 加上一百七十万难民押禁 谁当上总统都会面临巨大挑战 现任总统塞西裁景红线 就算同为穆斯林也坚决拒绝收容加萨难民 除了担心被一百七十万加萨难民拖垮经济 埃及政府也看穿现在的以色列当局 并不想放弃加萨的土地 以色列军方表示控制加萨北部只是第一步 还会继续为下一阶段战争做准备 有权权的权权 究竟哪一方才是执行种族灭绝 以军不断增加巴勒斯坦民众的罹难人数 能保证自己的国家永远安全吗 巴勒斯坦孩童吓到哭泣都很无力 整个世代的巴勒斯坦民族与阿拉伯国家 都深陷血债血还的战争迷照中 释放人质预计将在台北时间24日午夜 13名以色列人至于39名巴勒斯坦囚犯 渴望获释回家 TVBS新闻综合报道